大公報 中證監定性惡意做空行為 2015年7月11日要問A02大公報信 公安部的介入震懾市場違規行為 但亦有業內人士而說該如何衡量惡意做空 中國證監會發言人鄧葛昨日指出 惡意做空主要是指市場操縱行為 比如跨市場、跨其現市場操縱 鄧葛在新聞例會上表示 中證監已要求中金所繼續實施前期有效措施 並加大力度、擴大檢查範圍 配合證監會對各種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進行專項核查 證監會對惡意做空、利用股指期貨進行跨其現市場操縱等違法行為 一經查實 將依法與以嚴懲 據內媒報導 7月9日 週四 上午 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帶隊前往中證監 聯合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 後有消息指 中證監 公安部在排查後 立即進場對涉嫌惡意做空的十餘家機構及個人開展核查取證 值得注意的時 隨孟慶豐外 另一位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也參與到此次排查行動 規格之高極為罕見 據介紹 孟慶豐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端調天上人間就已經初顯鐵碗形象 目前各地公安部門已召開會議 安排競爭等多部門聯合展開行動 公安系統內部人士表示 此次力度是空前的 不會是應景莊樣子 從獻凡賽提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顏志勇表示 對於操縱市場的違規行為 應發第182條做出明確規定 操縱政權 期貨市場 情節嚴重的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區域 並處或單處罰金 情節特別嚴重的 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處罰金 接着拍照片 出發 評修 解消隊 組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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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隊